这百家功夫,抢别家弟子,还让十号去跑天仙师妹,十号新师傅齐道林到底有多离谱 兄弟们,最近几个周的完美世界逐渐放慢了街头,因为这预示着上届十号成长的路才正式开始 从十号遇到九龙拉关的这一刻起,十号才正式接入遮天三不曲的世界 所以接下来就是拜师学道升级,肯定是必经之路 但十号的拜师之路却也让人十分尴尬 作为现在唯一闯过天仙书院九关的绝顶天才 本来是必定成为长老,甚至可能是天仙书院院长的关门弟子 却没想到十号也有被人坑的一天 而这个坑他的人正是本集出现的齐道林 有人说这个人像要老,但可比要老要可恨多了 简直可以说他是地痞无赖 为什么如此之说,这个齐道林到底有多离谱呢 齐道林本是上届至尊殿堂的传人 但至尊殿堂作为先殿的死对头真正的传承宝藏流落在外 且一次只收一人的传承,门道中落 被先殿联和其他道统直接围剿成为残垣蛋壁 齐道林从此隐藏身份进入各大道统学习宝术 因为其强大的天赋,于是每次都能成为核心弟子 学大宝术后就会偷跑 因此成为人人喊打的构街老鼠 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和他有传的道统 他就将人家大人家里家外的宝物装饰偷了个遍 用来装饰至尊道场 天仙书院也不例外,齐道林不仅剪掉了纪灵的羽毛 而且还差点偷走了老院长的全僧女 此女也就是如今书院的副院长 面对有势者的仙殿,虽然他打不过 但他还是偷了仙殿的一座同屋当作茅房使用 因此至尊道场在上届就是臭名昭著 人人喊打 不要以为这集看到的宫殿就是道场 其实这都是给十号看的幻想 这里只是一片废墟而已 十号后来也意识到被骗 不过此时他已经立世 而十号在被骗之后啊 起到了第一件事就是开始丹脸他 让他背着一条大餐跑了三天三夜 本来十号就在气头之上 此时就有天天书院的天才发现了烧 还一番嘲笑 导致十号怒火中烧 直接把几人胳膊腿啥的直接烤着吃了 关键刚烤完齐道林就突然出现 毫不客气的挑了几块肉吃了起来 于是也就有了后来不但有人上门挑衅 而齐道林坑祸之处远不止于此 在十号打出名剧之后 各大道统齐聚至尊道场 齐道林还故意放奏天人尊献神 召告天下 十号是他至尊道场一脉的唯一传人 他允许所有尊者经营下来杀他 神火经营可以 但如果有天神胆敢出手 那就别怪他心狠手辣 灭他们道统 赶尽他们的弟子 这样一来十号是满也满不下去了 正是成为了上界所有道统的敌人 三千周默不想杀了他 抢夺宝术 不过对于十号来说 齐道林也不是完全坑货 对待十号的修行 齐道林是真当亲儿子一样教导的 不仅将自己毕生心血 独门八九天宫交给十号 还在十号先古之力出来之后 以命相搏护他周全 为了至尊殿堂的宝藏传神 他也曾进入无人区 为十号寻找 并且在下一集之中 还将自己的令牌给予十号 让他去天仙书院神痴洗髓 齐道林就是这样一个 让人又爱又恨的存在